近日苏南勇再次出山担任东风瑞达奇亚总经理 此举距离其离开仅17个月 然而苏南勇的回归能否重振东风瑞达奇亚 2017年一世 东风瑞达奇亚仍继续走着下坡路 1月零售销量同比下滑13.1% 苏南勇曾长期在中国任职 拥有着丰富的汽车营销理论和销售实战经验 在任职东风瑞达奇亚总经理期间 曾带领东风瑞达奇亚取得由2011年年销量43.3万辆 增长到2014年年销量64.6万辆的成绩 不得不说苏南勇任职期间 东风瑞达奇亚一路披荆斩棘 从默默不闻挤身和斯车起销量前十 但是也不可否认 苏南勇当年为了业绩增长 却是干了不少野苗助长的事情 盲目见电压库存 以至于这个增速引擎到了2015年突然熄火 2015年东风瑞达奇亚制定了全年销售75万辆的目标 但最终却只完成了61.61万辆 销量大幅下滑后 韩芳决定更换东风瑞达奇亚总经理 选择由现代汽车集团副社长 企划本部本部长金坚解体苏南勇 2016年东风瑞达奇亚增幅5.5% 大幅低于行业平均增速 而经销商大部分亏损 导致2016年年底几百家经销商联合起义 业内认为这与苏南勇之前疯狂扩张经销商网络 以及给经销商压库存有一定的关系 有媒体甚至认为与其说今天是被经销商赶下台的 不如说他是被前任苏南勇挖坑活埋的 如今苏南勇又被推到自己挖的坑了 那么苏南勇是否能成为东风瑞达奇亚的救火队长 还是继续让其成为寒流 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出海的 Evil 咖啡 大幅高 起绷 吾